第二季节目 二月初特首率团出访中东两国 反应非常正面 而且成果美满 可以说是一次战略性行动 为未来香港重建国际竞争力 恢复和增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 意义更大 我們或許可以從中看到 未來香港以至世界的經濟走向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事大報解 二初特首帶領了代表團 訪問中東兩國 回來之後 那個情況的影響似乎越來越大 有些人說這是一個戰略性的一次動作 有多深遠的影響呢 請嘉賓跟我們談談 今天我們的嘉賓 立法會議員 常凱隆 常議員 你好 晴柳先生 你好 你也是去中東的成員之一 那為甚麼是你呢 這次你挺開心的 我2月3日至11日 都有跟隨行政長官李嘉超先生 我們一團四十多人 一起訪問了中東的 我們都兩個國家 三個城市 差不多有七天的時間 簽回來十三份學約 協議書 意向書和備忘錄 是 它包含著說的 有MOU 有LOI 都有些合約 我看到我們總共有二十五場活動 團友剛才說有四十多位 其實看到當地政商界的名流 都超過六百個 現在說的是挺緊密的 一次的行程 對得很密 我知道節目也很密 對 沒錯 我們這麼多立法會議員 你一定有代表性才去哪一面 我相信主要來說 除了是立法會議員 我的背景主要是創科的 創科 這次看到中東兩個國家 對於創科和創新科的企業的關注度都高 所以我訪問過程當中 有些人互聯網都有看過背景 他們對於AI 對於香港的創新企業的關注度都頗高 我剛剛最近看了一篇報紙的文章 就認為香港創科的發展 都是近這十年 八年才開始 上一屆 再上一屆 梁振英的年代 才開始有這個局長 設這個局 時間不是很長 所以現在說要做創新科技中心 這個悲觀樂不樂觀 等下我去談談 我們回來說中東之行 剛才提到他們都很關心創科 他們的速度 他們冒起的速度 是不是都很快呢 比我們快 是不是 是啊 去中東之前 我們都有做一些功課 當時我們做股 以沙特為例 沙特為例 沙特阿拉伯 我們都覺得它的增長是快的 因為都有一些新聞 或者有一些經濟估計 我們都覺得它的發展出度 應該大概是7% GDP 去年的增長 但實際到了當地以後 他們的MISA 投資部的部長 跟我們介紹的時候 就說 他們的發展出度 2022年 GDP的增長是8.7% 8.7% 他們很驚訝 就是說 他們是 藝術國集團當中的經濟引擎 所以他們很有信心 以後全球發展的引擎 就是中東的 所以這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們去年的疫情 很多地方經濟衰退 或者本身增長的地方 也不是很多 但是中東的增長速度 無論是沙特阿拉伯和UAE 都是比較快的 是 有些人都說 為什麼特首率領代表團 不是去GDP最高的地方 而去一個 一年有百多億的貿易額的地方 正正因為這就是原因 就是空間很大 因為他們的速度很快 跟香港比 我們究竟在創貨方面 是我們提供多一點的東西給他們 我相信從創科的角度去看 對 創科的角度去看 香港可以給中東 提供我們的技術 我們的解決 以及我們的企業 可以去中東找到一些商機 它不像我們去到內地 或者有些海外國家 我們是搶人財 搶企業 去中東其實是搶資金 搶商機 一方面我們知道 中東的四個國家 他們的財政是比較好的 相應而言 他們都願意對外投資 沒錯 大家都知道很有錢 沒錯 沒錯 還有 它現在的建設速度也很快 我們看到無論是澳大利亞 有很多大的項目 我都去了不少國家和地區 我其他國家和地區 遇到百億 百億 用得比較多 但是在中東唯一一個區域 它用百億 用得比較多 我想真的很少看到 就是有人用trillion這個詞 所以可見它本身 投資的速度也很快 全世界都 就算最無知的人 都知道阿拉伯現在是很有錢的 卡塔爾世界盃 全部交通免費 即是大家都耳熟能長 好了 他們的掘起速度這麼快 我們去 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是爭取到資金和商機 希望他們過來投資 或者是上市 這個情況 此次此行 因為我開始也說是戰略性 就是我開了頭 接下來後續 他們會不會跟著過來 例如 至少你自從會再訪問 或者是跟著這些項目立即可以開動 我相信大家這次是啟動了一個 複常交往的這個仙河 我們在職場訪問期間 譬如 沙烏地那邊 有不少的投資相關部門 他都願意說我們願意去回訪香港 很快 我見到我們都知道 邱局長也有宣布 沙特亞美公司回訪香港 這也是很振奮的訊息 因為那是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 此行我們都希望 他可以選擇香港作為第二上市的地方 如果他肯過來回訪的話 始終都是有興趣 或者相應來說我們期望 他可以將香港列為一個可以考慮的 第二上市的地方 這是好消息 在英國那邊我們都有拜訪 Mubadala 這是全球知名的投資基金 Mubadala這個國家基金 他的代表的CEO 他之前都說 我已經排好行程 應該是3月4月 他會選擇時間再來香港 他告訴我們一個 他很喜歡香港 以往一年大概都要來4至5次 所以我看到這幾年 因為我們有疫情 封關等等的問題 他那邊過來話小 他說很想盡快回來香港 這也是好事 他們願意將投資 或者首先看一看香港灣區 或者中國有什麼投資的機遇 這也是好事 另外一件事 就是這次隨訪企業家團 我都看到不少 有建築界的 有酒店 旅遊 金融 金融 銀行 大家都覺得很振奮 那裡應該是有很多的商機在 所以我們覺得此行 除了大家除了自己的感受之外 都是說一帶一路 這個窗熱提出10周年的時候 李家超先生以香港代表團的身份 去到當地 都算是幾年 一帶一路10周年的行動 現在這個資金有很大機會 會過來上市 尤其是人民幣結算 我相信有機會 但是是不是很大機會 要視乎大家談 真的發生了先這樣才 才可以說是成為事實 沒錯 自然我開始也說 香港的創新科技 起步是比較遲的 有沒有一個擔心就是 資金來了 商機來了 我們本身創科的水平 是夠不上 因為這兩個 說創科 要麼你就說創科產業 例如工業村 將來的科技園 河套等等 另一個是創科社會 就是新加坡 它其實已經是一個 比香港更加智慧城市的水平高很多 這方面來說 有商機來了 有錢來了 會不會我們應付不了 我相信不會 不會吧 剛剛程先生你也說 香港的創科發展 我不會說只是近六、七年的事 其實早於我們回居的時候 已經很關注重視創科 可以回顧當時董先生 開始提出有數碼港 科學員 電子計劃 其實當時加上政府 撥了很多資源 給香港的大學做R&D 這方面都是今時今日 我們有機會建設 國際創科中心的基礎 如果沒有這個基礎 我相信 到今時今日 香港的創科環境還是差 當然中間有一段時間 可能是科網的泡沫 有很多事有些不利的因素 所以香港停了八年 停了八年 在政策當中很少提及創科和工業 這兩個字 到了一五年底 我們開始成立創新科技局 那個時間開始 創科就開始加速了 近來我們看到那四圖都不錯 有了這樣的四圖 加上我們知道 就是前面投資到創科當中 已過往五年 差不多說有1300億到2500億 有這麼多的資金投入 加上都跟海外的大學有些合作 譬如我們You Know Hong Kong 那一百億 建立了二十八間 You Know Hong Kong的工作室 現在正正好是一個時機 就是把香港的科變了創 所以要說說科其實是由0至1 科學的發現 創要由1至N至100 變成產品和服務才能賺到錢 所以現在香港已經有了基礎 創其實是有少許空間 或者相應來說需要資源才能發展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政府也好 民間也好都已經覺得 發展創的時間到了 所以政府開始關注 北部多維區是創科的用地 主要是創科的用地 還有我們看到 搶人才這個政策 其中有相當的比例 是希望他們是創科人才 沒錯 加上我們提出一些 政府的投資基金 現在有差不多600億 都希望這些創科企業 來到香港以後是有發展空間 當然我們都要看灣區整體的資源 才有機會 這幾年著實香港的人才是被人拘捕了 不少 當然他們會回來 這裏來說香港的速度 我都不擔心香港的大專院校 那種基礎研究 那種是不擔心的 但是人才那裡 是不是真的要加把勁 去拉回人才 你不外幾樣東西 一個就是資金 一個就是技術 一個就是人才 一個就是政策 政策有了 又有硬件 又有資金 人才 是不是都是我們首當其衷 現在要關注的 人才一定是一個很核心的因素 因為企業家是人才 是嗎 你要將科學的發現 變成產品 那種產品性的人才 都是很關鍵的人才 我相信很多的創科企業 就是因為他正正是有好的CTO CTO就是將科學發現 創新的東西 變成真實可以服務大眾的產品服務 這是很關鍵的 所以我們希望香港要注重 飲盡這批人才 幫助香港的研究成果 可以落地 可以變成商品化 產品化的東西 我認為現在香港的行動創科 剛才說的兩項要一起做 一方面是創科的產業 要冒起 另一個就是創科的文化意識 那個氛圍的水平 社會的市場 那個市場要出現 兩者相互生產才可以 對的 因為正如程先生所說 像新加坡 甚至深圳 我們對比 都是覺得整個城市 都會要建設置為城市 大家市民都是在一個氛圍當中 好 先喝杯茶 先喝杯茶 回來繼續聊天 好 好 好 程先生 歡迎繼續收看 《時事大禍解》 我們今天的嘉賓是立法會議員 也是這次去中東之行的成員之一 上海龍議員 上議員 我們想說大一點 好 我們剛才說的那些 講中東 講科技 是創新科技 大一點 為什麼我最初說 這是一個戰略性的舉動呢 現在有一個說法就是 未來的世界的經濟會東移 現在有阿拉伯的冒起 這幾十年阿拉伯冒起得非常快 有東盟的貿易也冒起得非常快 還有RCEP 區域合作的經濟夥伴的協定 香港 加上中國不用說了 整個世界的重心會去了東面 當然這個要一段時間 這件事 現在走中東阿拉伯這一步 是不是真的算是一個戰略性的一步呢 我相信是一個戰略性的訪問 這方面我們知道 一帶一路都去到那裡 本身它的GDP增長 的確是過往幾年 出到最快的地方 還有一個很有戰略性的價值 在哪裡呢 就是說它過往依賴 社會經濟 社會經濟 所以唯一依靠是社會經濟 現在我們無論去到Saudi 還是去到UAE 大家都會說一件事 就是說非有經濟 即是GDP當中非有經濟的佔比 所以這一部分 大家對於服務業 對於創科的要求就高了很多 需求量都大了很多 所以現在過往我們都看到 它的發展一方面是得益於石油經濟 但是現在它就說2030 譬如Saudi的2030的遠景裡面 它都提到就是說 我們完全希望到時不靠石油 它們都關注到電動車 很多種新能源的落地 對於它們的石油經濟都有影響 所以它們現在趁著有錢 趁著現在經濟的底比較厚 它就努力去轉變 上了很多大的項目 要搞很多的教育 推動很多種創新的項目 都希望將它的GDP的佔比 吊住 所以這個正正好 是香港也好 我想整個祖國都是一個機會 沒錯 這個是它有先見之明 它預見了自己將來不能夠 也不應該借靠石油來賺錢 是吧 我剛剛今天看的新聞 就是說中國在沙漠 做幾萬公頃的那些 太陽能光復 太陽能光復的那些 那些會震驚世界 聯合國也會覺得是奇蹟 所以他們中東遇見到這個局面 他們盡早走一條新的路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這件事 其實是影響經濟 影響政治 你不用再要依靠歐美 做你的大買家 那個情況 是對政治有很大的影響 我相信會的 譬如我們說碳中和 或者碳達峰 這件事本身我們都有提出 我們是2030和2060國家的目標 香港就是2050的目標 但這次去到沙烏地的時候 看到他們應該都想提早一點 譬如他們搞了一個叫Neom 那個項目NEOM NEO他覺得這個跟NEW是同音的 都是新的東西 NEOM M就是阿拉伯文當中的一個未來 所以它叫做新未來項目 看到一個很長的一條牆 這個牆很窄 但很高 因為陽光或甚麼可以阻礙 因為它是沙漠的地方 最重要的就是水 所以它在這麼大的工程中 都是用1億元的投資 這樣的投資中 它很快就說四年多之後 就要有第一批居民 進入了NEOM 在未來城市內住 所以對於它來說 我相信都是一種對碳大風 碳中和的訴求 它已經宣布了 這個建立好了 它是一個零碳的項目 有多少500萬人在這裡生活 沒有汽車 或者沒有其他污染 等於自己都可以保持一個環境 非常超前 很震驚 非常超前 他們看到我們香港代表團 你覺得他們對香港怎麼看 我自己當然是民間觀察 我們對他們很有興趣 雖然來說 他們對我們的了解是有限的 我問了兩個問題 其實有一點震驚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香港有幾所大學 都是全球知名的 都是前100 我就想起 有否有很多沙烏地 或是英國人 是香港讀書的學生 還有有多少是長居於香港的居民 這個原來差不多分裂 少一點 是香港讀書的中東國家的學生 是單位數 即是不夠十個 沒錯 是香港生活的 包括大使館 或者領事館 相應的外交人員 不足三位數 即是只有幾十個 所以相應來說 我覺得我們了解他們 甚至乎多於他們了解我們 所以這次都希望做多一些 Hello!香港的宣傳 都希望推動他們多一點 來到香港了解香港 相應來說 大家的交流可以頻密一點 聽你這麼說 其實我們看他 他看我們 都好像是另一個世界 沒錯 過往三年 我自己都會震驚 過往三年 我們好像困住在香港 所以沒有出去 別人的發展 或者改變 其實是超乎我們的想像 就像今次去中東之旅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仍然應該是宗教國家 但是還沒猜到他們的改革出道 反而是快了很多 譬如我去UAE 我以往都有去獨拜 都有去獨拜 都看到 譬如今次先去阿布達比 之後再去獨拜 譬如去阿布達比 我們都看到 他們的法例方面的優化 快了很多 他去年 前年 Toto應該是修改了很多種 不適於經濟發展的法例 對峙國際化 有一件事 以往他們放假 是放星期五和星期六 因為星期五他要做禮拜 這個一定不可以改的 宗教化國家是這樣 但是這次阿聯酋竟然改了法例 就是說我們只是放星期六 星期二 要遷回國際的要求 對 沒錯 更加開放 還有獨拜那裡 甚至乎我們參觀一個叫DIFC 就是獨拜的IFC 國際金融中心 它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這個區域裡面有些不同 它有修行普通法 外面是宗教法 裡面這個區域又是修行普通法 所以我想很多中東國家 或者地區 已經開始有點像香港一樣 特區 是 一個國家 兩個系統 整個特區 沒錯 是 搞得特區出來 那個改革的力度是比想像大 現在的地緣政治 整個世界形勢變化 越來越多人是不採取 它單純依靠歐洲美國 譬如人民幣結算 石油的銷路 剛才說法律上的制度等等 在這方面香港 是可以發揮一個很獨特的作用 是吧 所以如果他們對香港有興趣 都是看這些而已 香港將來變成另一種選擇 就不是傳統過去那種 歐美西方中心的這個世界 這個是長遠 不過聽你說 如果阿拉伯的人員 香港都不夠100人 在這裡讀書的都不夠10個 那似乎這個起步 到真的看到成效 還要花很長的時間 當然 長期在香港居住的人 就不等同於旅客 或者商務旅客 經常都來做生意 沒錯 做生意的 應該不止這個數 但是你說 如果雙方有很深度的交往 應該是我這裡有不少 你覺得的僑民 或者是有很多移居在這裡 長期在這裡 譬如我們在英國 看到他們有一種叫 Golden Visa Golden Visa就是說 我可以給你五年 最少五年 你可以長期在這裡 不用回去 在這裡居住 好像一種當地的居民身分證一樣 也有幾十萬 中國居民在那裡 拿這個東西 我問大使館 他們說有差不多 統計是有30萬 有30萬 那些數字 香港是少一點 對 香港是少一點 所以我自己有看 這次為何是戰略性的起步 我們過去主要來宣傳香港 希望他們對香港有興趣 當然我自己感覺到 因為接觸了也有600個 不少於600個 當地政商界的名流 他們對於香港的興趣 我相信是因為香港後面有彎區 所以他們對於彎區有興趣 第二 他們對於服務業 或者是因為他們要多元化自己的經濟 所以他們對於服務業有興趣 特別是對於創新科技有興趣 因為這個對於他們而言 是未來的一個最高的戰略 所以大家交流當中 他很想說你們有什麼好的公司 或者有什麼好的項目 可以淹約到中東那裡 即是創科 金融服務 金融本身 這幾個都是跟他們交往的焦點 沒錯 好像是說人家是希望跟香港 或者香港的灣區 聯絡的灣區 從我們這裡搶人才搶企 我們就希望從那裡搶資金不搶項目 大家之間應該有合適的地方 相對來說 他們那邊人才過來的 這個難度是大 相對少一點 相對難度是大的 因為商務旅客是OK的 當然這也跟文化有關 我看到中東富裕一點的國家 他們不喜歡在外面 我相信就算是歐美 數量也很少 他們有機會出去讀書 例如去名校讀書 但他們也很想回到當地 你的家庭觀念可能比較重 我相信是 今天時間差不多 謝謝上議員跟我們聊天 謝謝程先生 好 謝謝 時事大報解 下回分解 是 如果師傭